华英说的好啊 设法插土 心心十变 心是自信 心的 心心的是不生不灭 十变的有生有灭 诸佛插土统统是这个样子 唯独极乐世界 这一个地方特殊 这一个地方例外 所以 很难相信 不是我们反复 声闻 研究 菩萨 你给他讲 他都不相信 所以他还要苦修 慢慢的修 修到什么时候相信 修到明心见心相信 为什么 清眼看到了 明心见心 你就看到基督世界了 你看到基督世界 你念一声阿弥陀佛 想到基督世界去就行 没有到这个程度 他不相信 他不肯念这佛号 他自己不愿意去 他自己有怀疑 所以金光明文句 就是自信者 确到幸运 尽心 实际 幸运 是自信 实际 是自信 真的是 明心 尽心 才叫自信 确定 确定 到时 到达 所谓 由自到家之道 幸运 自信的本源 那 金 穷金 实际着 其本金当中 真是 知己 这讲理 礼上讲得通 礼上没有障碍 我们要相信 不能相信 是自己没有选给 是自己业障很重 业障重怎么办 念佛 小业障 不要靠别的 别的法门 没有念佛 这么殊胜 没有念佛 这么究竟 没有念佛 这么彻底 一定要相信 佛号功德是第一 没有东西能比 什么金 什么咒 什么方法 都比不上 这句佛号 你要问我 我搞了三十年 我才接受 我才相信 我修佛 今年六十七年了 二十六岁修佛 前面三十年 我没有接受 我有怀疑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是从哪里明白 从金教 从大成金 大金 大乱 我从这上明白了 明白就赶快回头 为什么 不回头 来不及 受命的延长 佛力 下持 第一个提醒我的 是这么藏传的 一位侯父 赶主 赶主二王 他往生了 他也是张家大师的 学生 是我们的老校长 大我十几岁 那我二十六岁 他大概有四十多岁 差不多 大我二十岁的 告诉我 寿命延长了 佛帮助你延长的 我没求寿命 是真的 不是他的 我完全 结束 命里头 没有佛保 照着我那个拔字去拍 我的命是 乞丐的命 就算还是有一点智慧 寿命短 没有佛保 大概过去生中 修了一点法布式 所以还有一点 聪明智慧 搞清楚 搞明本 就正干了 不像 海鲜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 师父一说 他完全就接受 老师 听话 正干 我这个老师 听话 没正干 必须自己 搞清楚 搞明白 我才会正干 所以 浪费三十年的时间 我如果说是 真正一开头 跟张家大死 或者是跟 李宾南老去死 叫我这个 进度法本 我就正干了 我不止 现在这个程度 非常可惜 偏爱 经论 特别是大经大论 大臣 华野 发华 法相为始 信奏 都是我 非常 凉莫 非常喜欢 在这上面 用了不少时间 当然 也不能说是 不费 没有这个底词 我对 金宗 金典 看不通 以这些基础 学习 金宗 金典 没张开了 本金 全面都过 师尊 说三个真实 第一个 真摄之计 真摄之计 就是 真如本性 在第一个 真实 第二个 真摄 智慧 第三个 真摄 利益 这很得了吗 这个利益 小而言之 修身养性 你懂得了 大而言之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世界法 你有这个智慧 出世界法 同宗 同教 邪密 远柔 如果 归净土 必定一生 正得 究竟 圆满 这很得了 太 说声了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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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